我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 種在校園中 希望花開草 一日看散會 你看得花濕過 蘭花卻依然 恩寶也不一個 我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 種在校園中 希望花開草 一日看散會 你看得花濕過 蘭花卻依然 難道也不一個 什麼時候回來的 昨天晚上 太晚了 就沒去打擾你們 一會兒 我就去看季姑姑 只看我媽 也不想看看我 你有什麼好看的 還那樣 你也還那樣 我會變嗎 現在大院的人 越來越少了 挺清靜 是啊 野金家院在城外新區建了新院 很多人 都搬了新家了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大院 會拆掉 你現在真是文藝女青年 多愁善的 傷春悲秋的 來吧 車子 可惜 剛好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在隋州里 在那儿挺寂寞的 都是单身汉 没事就学一点东里面 隋州里 你会寂寞吗 我听我哥说 你现在生意做得挺好的 还行吧 就是太累了 今天好不容易睡个懒觉 又被你吵醒了 那不吵你呢 我跟你开玩笑呢 坐下 陪我聊会儿 今天我很幸运 我们江水的偶像 冰京郁节的小山口百会 能陪我聊天 给个面子 行吗 其实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 能跟你单独待上一天 就你一个人 什么都不去想 就是玩 走 跟我走 干什么 我现在就带你去玩啊 我还没有看季姑姑呢 好 先蒸五成鱼 全是鱼啊 对啊 你不是最爱吃鱼吗 尝尝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对于我来说 今天好奢侈啊 对于我来说 今天也是个奢侈的日子 太奢侈了 那今天我们一遇醉方休 好 不醉不归 呀 吃 这没看出来你还挺能喝呀 你就是不给我机会跟你喝吗 谁说 这鱼真的太好吃了 我真希望有一天 我能尝遍世界上所有好吃的鱼 好 好 我答应你 一定要让你尝遍世界上所有好吃的鱼 你说的 我说的 我记住你的话了 我记住你的话了 不能喝别畅当了 你太狠了 你太狠了 怎么了 你那时候 一声不吭的 就走了 好了 今天不说这些 服务员 买单 你还没喝过呢 没事吧 来来来 大哥 小云这是怎么了这是 她跟我一块吃饭喝多了 你在这干吗 没有 我等你们呢 怎么了 有事 没事我不是听这民说小云回来了吗 我这下班就跟着等了大半宿了 对他们团里头人说让她回来以后赶紧报道去 呼她一天 呼机也给关了 呼机没电了吧 嗯 对了 大哥你今儿也没去公司啊 我去了啊 我今儿没去 那个 我今儿把昨天的工作全安排好了 那个 学校那边打电话 催着进货呢 我今儿护你一天 你这呼机也关了吗 没关 我呼机怎么会关呢 哎 哎 不好意思我呼机辣家了 哎呦 来 辣家了 到了到了 来这这送你回去啊 别 来 我不回去 那要跟你们都答应我 来来来 那个我呼机辣家了 我这心慌啊 我赶紧回去 看看我有什么重要信息没有 等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嗯 嗯 极山哥 你醒醒小云 醒醒 你看清楚 我不是你极山哥 我不是唐极山 别疯了 别喝那么多酒 来来来 你不能喝酒你还喝那么多 走回家回家 来 来 大哥哥你们多吃啊 嗯 小云多吃啊 今儿你可是主角啊 又是大明星 又是我们的大学生 是不是 真够快的啊 我们俩小云 现在都是二十好几个大姑娘了 那可不是吗 哎小云 你这书也念完了 打算什么时候把婚给结了 小云啊 别怪嫂子说你啊 这女人的大好青春呢 就这几年 你得趁着这几年大好的行情 赶紧把林峰给掌控住了 行行行行行了 行了 男人嘛就得多考验考验 那我们小云三十了都有的事还是要 什么考验啊 男人可以考验 女人三十谁接着呀 我接着啊 小云三十也好四十也罢了 我接着啊 我又不跳楼 你接什么呀 甭管怎么着我都接着啊 是吗 林峰快进快进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会议太多 很多决策性的内容必须由本人决定 来晚了 一点都不迟 菜刚上桌 快坐下 小云 今天这个会啊 本来要开到晚上 但我还是回来了 我跟他们说 我对象 小山口版会回来了 我必须得陪你 是不是 别胡说 小云 总这么摸不开面子 这叫什么呀 这叫被动型 是吧 不要紧 急什么呢 我也不太喜欢女孩太主动 你说像我这种 有身家又有背景的人 有多少人削肩脑子帮我生日贴 不就是想竞争这个位置啊 当然 他们太不自重 小云就挺好 照目前的情况下看 小云肯定稳坐这个位置 烧菜 烧菜 那鸡就等你来了 来来来 来 林峰吃菜啊 别客气 来 多吃点小云 我喜欢胖胖的 大眼睛的女孩 那叫母河马 小云吃这个 这是活肉 吃这块 好了好了 我吃不了那么多 哥 你帮我吃 哥 给我 云呢 来 这鸡肉我不会胖 好 多吃点 今天你是储蓄啊 是 吃菜 喂 看我干嘛 我说他哥 我对小云的感情就跟瑞民 对他感情一样 吃鸡 喝点汤一下 这东西是不错 就是太贵了 那不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啊 也不在大家的购买力的范围之内 咱们卖给政府啊 国企这些单位 他们不在乎钱 只在乎质量 那我们现在也没这路呢 大哥 其实有想法我酝酿挺长时间的了 什么想法 你看 的确啊 这些政府国企他们是不在乎钱 可是真正能够提供购买力的这老百姓 他们在乎什么 便宜啊 性价比啊 对啊 性价比不都广告名字可以忽用吗 关键是咱们给他这个便宜 那什么意思 其实 现在外的有些公司也在做就是 翻新二手货 我还当什么好主意呢 这么干的话那咱们公司 这三年积攒下来的口碑不全那么砸了吗 大哥你这么想 你说为什么咱们公司三年了还这么小 不就是因为咱们没用这些损招见招 去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吗 见招不是给老百姓使的 你说跟咱一块起来的 恒天大通这几家 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人现在都已经靠大单子去发家了 咱们 有时候不能那么顽固地变通一下 变通也不能跟老百姓耍心眼 卫东 你要再坚持的话你就没出息了 一小屁壶骑成这样 咱们怎么也得等一门清一条龙吧 行行行 大哥 你憋大牌的想法我支持同意 但是你 你这憋大牌同时你想折你弄哪钱 咱不能说骑自行车去跑大单子吧 骑自行车挺好的 当锻炼身体 不是那谁愿意把大单子 来 你吃错药了吧你 你怎么办啊 大哥二哥 你们马上就快有小侄子了 什么意思 不明白啊 什么意思 徐萍怀孕了 是真的吗 你你你别瞎说 别瞎说 对 当然是真的 真的假的 别有瞎说或者是火爆剧情 真的吗 真的 行啊你 老孙 你迎来了人生的高峰 嗯 事业家庭双得意 不错 那是我的目标 我的前景 虽然说现在还没完全达到啊 但是我已经看见这个黎明的曙光了 我发现咱哥仨只要往一块这么一凑 那准会有好事发生 那是三天科吗 对啊 这个玩家叫什么名好呢 叫什么名了 行 这个为了满足你这个从小到大对我的崇拜 我决定你儿子就叫潘东子 潘人美 明人 不好 潘桃 鲜货呀 水果 对呀 潘安 风流倜傥 漂亮 不好 不好 也不好 潘金莲 我呸 我那是儿子还潘金莲 这样说正简单 我觉得 叫潘东山不错 有魏东一个字 有我一个字 遇事咱哥仨上东山再起 怎么样 靠谱 小云 我不是跟你说了忙不让你来 我真的很忙 忙什么呀 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 哪有时间去看唱歌跳舞 也就是我 小云 你这上学回来是越来越清高了 怎么 想一直当老处女啊 不嫁了 我对你怎么样 我这么多年一直候着你行吧 你身边不是很多女朋友吗 她们不是个个都很漂亮吗 知错了 行 我今天跟你表个态 我从今天开始 我跟他们断绝关系 你也得给我个态度 你跟你那两个什么哥哥 也断绝清楚 行吧 这会公平吧 我让你跟他们断也是为你好 你看他们两个就是两头狼 天天对你虎视眈眈的有什么好啊 你看他腾西山 长的什么东西 满肚子坏水 你说什么呢你 我的事不用你管 不是你怎么向他们说话呀 我跟你进他们跟你进啊 他们是我的亲人 潘志云 你不知好歹是不是 他们越吵你越来劲是不是 说什么呢 杰云 有事吗 没事各行你出去吃饭去好不好 谁煮鱼 走啊 走啊 跑什么不挡道来着 走小脸 潘志云 老子白白被你耗了几年 等着瞧 任兵 伟东 这月不错 再接再厉 还想提 废了 是让你李总电话你还有呢 我查一下 李总电话你 干嘛你啊 我让他们两个 跟潘志云彻底断绝关系 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潘志云 我知道潘志云 我知道她的心 我知道她还惦记什么 我劝不了她 所以我劝你们 你劝不了她 你来劝我们 瑞民是我们好弟弟 志云是我们好妹妹 你让我们断绝关系 我们怎么断绝啊 我要的很简单 你们以后不要再跟潘志云有任何联系 不是你有病吧你 谁给你这权利啊 你这么说是挺有病的 好像不听 我带你刀来的 干嘛 别动啊 刀给我赶紧回去 快点 我不是冲你来的 我冲他们两个 就凭你啊 林峰 你带刀来的 你带着凶器 我完全可以报警 你懂吗 不不不不不是余大哥 他脑袋病肯定有何多的 闭嘴 你真的那是你妹子啊 你要帮她 没事吧 想清楚了吧 我知道你 跟潘志云以前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特别警告你 以后不要再给潘志云有热口念想 你说我的 对 大 大 大 干嘛 你说我干嘛 说我你干嘛 你说我干嘛 大 你怎么了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而且还威胁得这么没有技巧 一点美感都没有 敢扎吧 敢不敢扎 不敢扎就滚 敢扎吧 我今天来就是警告你们 滚 等着瞧 这不开玩笑呢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还是他爸 真够快的啊 快什么快呀 这些都得提前买 懂不懂 行 买 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对了媳妇 你打算什么时候休产假呀 这招什么急呀 上着呗 再说了 还能贴不贴不家用 媳妇 你 马上就不用受苦了 什么意思啊 你老爷们儿 我 赚了十万块钱 真的啊 真的啊 就在公司保险玻璃所儿呢 真的是你的 不是唐积山原为栋的 当然是我的 一人十万 那也就是说 我的苦日子 快熬到头了是吗 到头了 再忍几个月吧 嗯 你干什么 你怎么又来了 我去找那俩孙子去了 不就是在一个 破新宝大厦里租了一个 小破办公室吗 我分分钟让他倒闭 你疯了 我告诉你 我拿刀 去威胁他们 让他们永远跟你断绝联系 你是不是疯了你 想知道唐积山看见这刀以后什么反应啊 我形容一下 吓傻了 屁滚尿流 怂人一个 放屁 滚 我让你滚 走 走 走去 什么人一个 大姐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辞退我 这是上面的决定 我也只是执行一下 大姐 你看 我平时的工作业务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我也一直那么努力 你们都知道的 所以我想是不是上面弄错了 我说过了 这是上面的决定 我也没办法了 来 看着园你的电话 哦 谁啊 是个男的 喂 小云 我希望你能好好地跟我交往下去 因为毕竟我能看上你对你来说是一种福分 我自己呢也会很珍惜你 我很忙 没时间跟你说话 如果你知道你亲爱的嫂子被辞退了 你还忙吗 李林峰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听着 之后就是你那亲爱的三个哥哥了 潘志云你给我好好想想 是不是以后都要听我的话 我 我 小云 你回来了 来 快进来 进来啊 来 快坐下 坐下 我正好找你有事说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今天莫名其妙地被辞退了 连一点征兆都没有的 小云娜 你哥现在虽然也能挣钱了 但毕竟我这份死工资 也是一个稳定的收入不是 你帮忙嫂子 去找找林峰 让他再给想想办法行吗 小云 你是不是和林峰吵架了 小云啊 小云 你怎么就这么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林峰身上是有些干不自己的习气 可他毕竟苦苦追了你这么多年 对你这么好 小云 小云 这件事 现在直接牵扯到我 牵扯到我就是牵扯到你哥 好了 嫂子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小云 小云 一定找林峰帮帮忙 算嫂子求你了 小云 一定找林峰帮帮忙 算嫂子求你了 这型号跟以前不一样 这型号跟以前不一样 要不你来啊 我学电子的你就相信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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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都在呢 晚上吃饭不用等我了 好 您等一下啊 大哥 找你的 找我的 喂 季善哥 我心里好难过 你怎么了 你能不能出来陪我待一会儿 就一小会儿 就你一个人 你别告诉他们 好 我知道了 好 行 这螺丝松了 然后把这卸下来 把这装上就行了 来 然后那个 魏东帮忙手就行了 我 我突然 我当时想起一事 我先回一趟 走 李渔 怎么了 好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嫂子今天别开除了 都是礼礼不够的鬼 因为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这么跟他交往下去 先别哭 先别不悲哭 先坐下来来 今天我嫂子让我去求她 我不想这么做 我让你来 就是想问问你 就是想问问你 我该怎么办 synchronous 什么正面 lines 你跟那个李林峰 你跟那个李林峰 有感情吗 我承认 我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对她确实是有好感 这么多年 她确实帮过我很多 帮过我们家很多 那你找她 是想让她帮你和帮你家的呢 还是想找她谈恋爱的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现在不想看见她 更别说是去求她了 那她就不去嘛 那我嫂子怎么办 我哥怎么办 有那么简单吗 那你为了你哥 为了你嫂子 你想过吗 你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按着 你刚才跟我说的这样 去跟瑞明和你嫂子去说 不想见那个李林峰 我现在真的是有种 骑虎难下的感觉 什么骑虎难下呀 没有那么严重 李林峰不是老虎 是老鼠 他怎么是老鼠了 他上次不是还是去你们办公室 拿刀去威胁你们的吗 他跟你说了 嗯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把你们几个都吓坏了 他没说把我吓尿裤子了 不是啊 完全不是 我就跟他说嘛 唐靖山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唐老虎 你要决定了 就当断则断 好 今天能听你这么跟我说的 我真的心里舒服多了 我看呢 都是让你们给惯的 你说说 他都这么大了 你打算把他搁到什么时候再嫁出去啊 他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挑三拣四呢 行行行行 你别念叨了 再怎么着 我这当哥的我也得尊重我妹妹的意见对吧 行了别说了 工作的事我先不想了 先从你那十万块钱里取出点吧 我要给宝宝添点东西 另外 我要请个保姆回来打扫卫生啊 我每天带着肚子干活 累死了 怎么啦 不行啊 很费劲吗 不费劲 不费劲 这种事你还要我主动说 有你的 其实 媳妇啊 这钱啊 暂时属于公司账户 我们仨人分红都没拿呢 大哥也说了 现在公司正处于一个滚雪球的时期 照目前情况来看呢 公司发展要高于个人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先为公司奉钱 然后让钱生钱 这样的话 他这个雪球啊 越滚越大 利润呢他越来越多 潘瑞明 你长不长脑子 你告诉我 万一那钱生不了钱 全赔了怎么办 我可告诉你啊 我现在没工作了 就指着你那点钱 怎么着 想饿死我们娘俩 行行行 媳妇 你别生气了啊 生气对咱孩子不好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人 都说我不好 别生气了 我 我再想想办法 好不好 好 为什么最近卖的没有原来好呢 得起找到原因 我觉得是推广动作慢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没什么意见 什么叫没什么意见啊 我还没说意见啊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大伯 我有件事 你说 算了没事 你说呀你磨磨叽叽 这开会呢 不是闹着玩呢 哥们是哥们 做事是做事 我说 我真没事 咱们接着开会儿接开会儿 魏东是 跑销售的啊 魏东性格还有心系这劲 都适合跑销售 但是我要说呢 心还不够细 比方说上次去那个康德公司 咱们俩一块去的吧 你应该看到了 我发现人家灯泡坏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把灯泡换上了 之后那合同才签得顺顺利益 对对对 心系 大哥大哥大哥 这事理想六百多回了 我一直记着呢 我我以后改善行不行 行 任兵 你跑厂家跑代理 就注意一个问题 别浮夸 咱们三个可以在一块儿吹 外面别 谁都不傻 谁都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 保持原则 不能什么条件都答应 大哥 话说到这儿 我正想告诉你噩耗 今天去谈打印机订货的事 对方要求这个月 必须多卖出三百台 才给咱们新的优惠政策 我答应了 你答应了 那我肯定答应啊 我我以为 咱们肯定没问题啊 这新的政策 如果抓不住的话 那咱们直接会 失去和其他代理商的竞争优势 行 答应就答应了 魏东 想办法看怎么卖 我 我我我我 我没办法啊 我想不出办法了 三百台大哥 您当卖什么呢 我说大哥啊 这已经超出了这个 计划销售的范围 对不对 这这属于是你这个 这这这个策略性的了 大哥你不是 什么事都有主意吗 大哥你 你拿主意吧 大哥 销售以你为主 你得多努力啊 什么叫以我为主啊 现在销量我做的够难的了 三啊三百台 您真行一口就答应下来 我没办法 我看这事啊 还是大哥亲自出马吧 也让我们这些 当兄弟的学习学习嘛 是不是 大哥 你别告诉我 你也没招也卖出去 我就说了 我一定有招卖出去 行不行 别降价啊 降价是跌分了 别降价啊 别降价啊 莎儿啊 吃点东西吧 看你每天都睡得那么晚 妈 我来陪你聊聊天 坐 臭小子 你还知道啊 我看你整天忙忙叨叨的 干得风生水起 我呀 就不任心问你什么了 也不任心打搅你 妈 我忙您就不能主动点啊 跟我您还那么矜持 那好 你呀 给我汇报一下你近期的思想活动 我呢 就是想卖更多的货 只有完成定额 我才能有钱赚 你呢 莎儿啊 自己创业 够难呢 放心吧妈 我没问题 您就请好啊 等我挣了钱 孝敬您您就 国内国外的就可劲的旅游 什么巴黎圣母院啊 什么伦敦啊 什么卡桑布兰卡啊 就照着您看那个电影和小时候的那些地名 一个一个的就就全都都变了 莎儿啊 妈不要这些 自打你回来 这个屋亮着灯 听着你在这屋子来回窜 妈比什么都高兴 哈哈